Here is a Controversial Selfie with Cow Contest in India 用紧跟母牛自拍的关键词,踢出自己的自拍 在印度教里,母牛被认为是神圣之物,被叫做Galmota牛们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举办这场大型活动了 是为了让大众意识到保护母牛不仅是宗教行为,更是具有科学精神的 一位发言人告诉,这个组织长期致力于牛的保护 他们将于12月20号宣布这次大赛的获胜者 同时他也在推销产自母牛的产品,包括洗发水、肥皂和香 来自母牛的制品,比如化妆品和印度香 包括可食用品都比那些原自化学品的要便宜 他们对健康和卫生都有好处 奥大伦说,他说这个组织跟任何坦派或者宗教都无关联 我们登门到后的拜访,通过科学的眼光告诉人们保护母牛的重要性 我在脸书上听说了这项比赛 那天我往家走,看见了一只小牛,我就拍了一张自拍放到脸书上了 38岁公司老板PentaAudrey说 他还推荐每个人都要至少跟母牛拥抱一次和自拍一次 母牛不仅仅是动物,它有着不一样的气息 它会散发出惊人的正能量 因为现在自拍是潮流 通过这种方式年轻人会感受到保护母牛的需要 他补充道,其实很多收到的照片,其实并算不上狮子派,但是他们补夺了不平的风格 母牛被认为是全印度评价最两极分化的动物 在过去几个月,有三人在因为销里牛肉的独立事件中丧生 在北方帮的达德里事件中,据称一名穆斯林男子因为食用牛肉,被一帮印度教报处死刑处死 这让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比哈尔邦输掉了选举 印度人民党执政的马哈拉斯特拉邦,哈比亚内邦和拉加斯坦邦 在2015联军,颁布了严格的法律,限制牛的屠宰 像巴斯拉扎尼巴这样的保护母牛的组织,在全国不计其数 其中一些扮演了义务警察的角色 孟加拉邦是为数不多的食用,和销售牛肉依旧合法的邦之一 在印度的29个邦中,有21个已经禁止了屠宰母牛 红色的邦是宣布屠宰母牛非法的邦